女人露出自己洁白的肩膀 让身后的小伙画出她的样子 她自愿当小伙的绘画模特 不过她有一个要求 让请你 不要画我的脸 小伙答应了女人的要求 她快速在画板上勾勒出她的背影 不到一小时 小伙就画出了女人的轮廓 回到教室 看着画板上女人迷人的背影 小伙暗自傻笑 只要再画一次 这幅画就能完成 当天晚上 小伙再次来到教室 请求女人让她画完 女人答应了 不过她还是只有那一个要求 但是 还是请你不要画我的脸 小伙虽然嘴上答应 但她还是在女人转头的间隙 看清了女人的脸 她慢慢临摹画像的细节 两个小时后 小伙终于画完 只剩下五官没有画上 小伙犹豫了很久 但她还是信守承默 没有画女人的脸 小伙把画带到教室 老师对她的作品赞不绝口 说只要把脸画完 一定能在这次的绘画展赛上拿第一名 老师的鼓励让小伙陷入沉思 晚上她找到女人 求女人让她把脸画上 但女人死活不答应 而且 这回比赛真的 对我非常重要 要是我能够把它画完整 别再来找我 小伙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她回忆着上次偷看到的女人脸的模样 最终把女人的脸画了出来 在画展当天 小伙的话引起了轰动 而女人的模样也被人认了出来 那时是八十年代 在这个封闭小镇 人们纷纷指责女人不要脸 平时生活肯定不检点 女人走到画展地点 她听到了很多下流到极点的流言蜚语 而此时的小伙也没有解释 她正幻想着自己拿到第一名将来名养小镇 女人慢慢转过身 她知道自己在小镇的名声已经臭了 随后看向脚下的楼梯 心如死灰地跳了下去 这是一个成性和贪欲的故事 在很多时候 人会为了一己私欲而违背自己当初的诺言 正因为如此 那些还在坚守承诺的人 才显得弥足珍贵